明天的立法院就要开议了 国民党在主席马英九的主持之下 举行的立法行政议事研讨 而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嘉全 也以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中央党团大会 共同讨论下会期的优先法案 包括了关于居住正义的住宅法案 还有土地正义的土地征收条例 以及性别工作平等法等等的这三大项 朝野目前都有共识 赶紧立法院开议前一天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亲自主持 立法行政部门议事研讨 前院长吴敦一立法院长王金平 也共同出席 针对下会期的优先法案 国民党倾向优先处理 攸关土地正义和居住正义的住宅法 等五个配套法案 以及为了因应民国103年 12年国教学区划分和特色招生的 高级中学修正案 113个组织法 我们当然希望它过去 然后土地正义居住正义 大家非常在乎 因为很多的年轻人 真的买不起房子 所以住宅法等五个配套的法案 我们也希望全力冲刺 而民进党也针对开议 举行党团大会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 苏家全也以党秘书长的身份出席 民进党团新会即将锁定反贫困 居住正义 土地正义和永续农业的优先法案 进行立法或修正 针对十年正纲二十六项 关系到公平正义 关系到台湾的包括住宅劳工权益 农民权益环境相关权益的法案 也希望党团能够积极的来推动 而目前国民两党针对居住正义的相关住宅法 不动产交易实价登陆的地震三法修法 诺实土地正义的土地征收条例修法 以及照顾十二岁以下子女 每年五天有心家庭照顾家的性别平等法 都有高度共识 都列为下会期的优先法案 而新会期是本届立委最后一个会期 也是重要的预算审查会期 但为了明年初的大选 将在十二月十四号停会一个月 成立党团各自拟定的重大法案 也得把握这三个月的开会时间赶进度 记者综合报道